为了配合每年10月11月台湾如海忆 并实际拍赌宣布协伴影响 拍摆传统家庭宣布协伴工 尊重德文的宣布优先精神 并且以公司港深宣布当行为主导 以电线江泽行动电影一定方式 将宣布平等的观念都立基督 俗进相关的疑问特论到对位 应该做台南这就是一个优先导演的星期 公司同心 性质同心 在10月份 整个月都是性质月 所以说我们希望说 这个部分我们循着学校的体制 感谢各位区工所区长的投入 能够让在职场上 在学校中 在家庭里面 我们的性别有一些 更能够让我们的下一代 还有这一代能够升职人心 这是我们很期待的 所以这个路 这个是还很 目标还在那边 我们只能说一步一步往目标推进 不敢说我们做到最好 只能说我们一步 希望比过去做得更好 那希望在这边 大家一起攜手努力 往性别平等的社会努力迈进 现在时代也 过期较少了 我也相信这方面的观念 大家社会大众也越来越能够接受 所以很开心 今天市长师傅这个记者会 也期望未来社会大众 大家共同 做回来努力打拼 由审美平等办公室通知 结合债序附国家家 台南自国民間团体共同合作 在台南著名审美对京爱国富林会馆 办理電纹核在江城 担任民众 欢喜成果经验中的审美现象 在小年审美期时 提升审美平等医学 审美能做审美团文化 公司同心 新品同心 公私同心 信平同心